现在人是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 这个其实你不了解 你能够吃亏就表示你腹分很大 你腹分很大 吃点小亏无所谓就表示那你根本不在乎 小小的一点点 你都感觉到很计较的时候 你就已经知道你腹分很小 看那个乞丐很可怜 给他五块钱以后就开始后悔了 给他五块钱什么呢 五毛就够了啦 老想给他要回来 你就是花了五块钱自己纠结了半天 那你腹分在哪里 我不晓得你腹分在哪里 我看到乞丐 我也不会乱给他 我也不是那种人 我也不会不给他 我不会 因为我学艺经我知道 我先看看这个乞丐是怎么回事 我才决定要不要给他 所以我会把零钱放在口袋里面 我料到当我上车把车门一关以后 他会拿他 因为他多半用爬的 手上有一个木头的东西 会打我的车子 他打过车子我就不给他 他不打车子我就给他 但是有十个八个 当我把车子一段 他马上就打我的车子 我就知道我幸好没有上当 人要经得起考验 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麻木 麻木就叫烂好人 就叫做烂好人 其实很多乞丐是假的 是假的 你说没有关系 不管他是真的假的 我给他 那你助长社会的歪风 那也是不对的 你看过于不及 都不合理 可是他是真的 你不给他 那你太残忍 太残忍了 其实乞丐有他的功能 不是没有功能 他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戒 说你看 家里如果不好好的 重视家风 有一天就会流落到这个地 常 д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